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端午节前一天的6月13日上午 湖北实验室张湾区菜市场燃气爆炸后造成巨大伤亡 此事引发大陆网络高度关注 连续多个事件磁条登上热搜榜 此事也惊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6月13日上午6点30分 湖北省实验室张湾区燕湖小区一菜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当日下午2点46分 中共央视称截至当时已收出150人 其中12人死亡 138人受伤 其中37人重伤 大纪元记者采访到当地民众 有民众表示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救出来 另有民众说早上8点多 事发当地民众就被遣散走了 之后当地全部戒严 只能出不能进 有网民表示 事发时大家都在买菜 菜市场一楼全垮 二次爆炸把消防车都炸了 300米外的玻璃都震碎了 还有网民说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事发时已经在营业了 买卖蔬菜的 吃早餐的人很多 该市场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市场比较老旧 周围是居民楼 我看到消防车被炸毁 有消防员受伤 估计是接到燃气泄漏报警 在现场处置过程中 遇到明火或静电发生的大规模爆炸 此次引发全国关注 在大陆网络上也引发高度关注 大陆微博热搜榜上有四个相关热搜 如湖北实验燃气爆炸现场居民发生 实验爆炸事故已至11人死亡等 其中实验爆炸事故已至11人死亡 在下午5点半已有超过3.4亿的点毒量 除了微博热搜 百度热搜榜上多达6个相关词条 如湖北实验燃气爆炸已至12人死亡 实验爆炸伤者称 气让把我推出三米远等 网民们除了表示希望不要再有大的伤亡 还有更多的人对现场的惨状感到痛心 不少网民表示 现场犹如战争之后的废墟 现场真的是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 太让人揪心了 这次的爆炸真的威力巨大 波及的范围也广 可见发生的时候是多么惊涛骇浪 今年重大事故成了家常便饭 几乎天天都有事故报道 实验室市长昨天才当选 今天就大爆炸 紧急救援的同时 别忘记深度追责 可怜了 湖北的老百姓逃过了疫情 逃过了天灾 没有逃过天然气爆炸 没有逃过人祸 省委书记 省长下台吧 此事也惊动中共中央 13日晚间 中央新闻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 此次重大伤亡教训深刻 要求尽快查明原因 追究责任 习近平还说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校园安全事件 要求各地增强政治敏锐性 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习近平落脚点则在稳定 即位中共建党百年的氛围上 报道还称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发话 要求全力救援和救治 查明事故原因 严肃问责 李克强也承认近期安全事故呈现多发势头 要求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此外 由于事故伤亡重大 一度有消息指实验室血库告急 但点时新闻称 实验室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指 血库告急消息可能不识 可是不少网传视频显示 当地市民排长龙在爱心血站献血 澎湃新闻则报导 血站献血热线一名工作人员称 该市各采集点都排满了献血人群 感谢大家爱心 但出于疫情防控等原因 建议市民今天站不前往采集点献血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